这只特别的老虎连续几天都被一个特定的女人深深吸引着 它费尽心思地想弄清楚这只威严的动物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似乎有东西卡在了爪子里,但拒绝向外界展示 数天来,它在它的围栏前露营,试图瞥见它的秘密 但它没有透露任何事情 直到有一刻,它没有注意到,它意外地揭示了它的巨大秘密 这位女士没有察觉到,但它的相机记录了一切 当它回顾录像时,拉斐尔成为了海盗园动物园的新明星 昨天,它从中国来到这里经过了漫长的旅程 现在可以称这里为它的新家了 普通的游客们迫切期待着见证这只老虎的美丽 虽然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但之前从未见过老虎 拉斐尔是大家一直等待的超级巨星 明天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日子 它们将与这只壮丽的野生猫面对面 拉斐尔来自亚洲的大草原 在那里它与伴侣一起度过了整个童年 不幸的是,偷猎者经常潜伏在那里 威胁着这些美丽的老虎 它们经常被捕获 然后在被称为拯救的幌子下被出售到各种动物园 对于像拉斐尔这样的野生动物来说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它在短短几天内从大草原上的主导阿尔法雄性 变成了一只囚禁在笼子里的老虎 当动物园对游客开放时 29岁的野生动物摄影师卡拉也在其中 它最大的梦想是在非洲或亚洲的野外拍摄动物 并将它的作品发表在著名的周刊《绿色土壤》上 野生动物与囚禁动物有着不同的外观和出现方式 因此它希望拉斐尔的眼中仍然保留着大草原的精髓 卡拉一大早就去了动物园 希望避开人群 安静地拍照 拉斐尔可能很忙 因为每个人都渴望看到它 幸运的是 卡拉早于拥挤的游客到达 三天来 早晨 下午和傍晚 它拍摄了拉斐尔的数张照片 幸运的是 它能拍摄到一些非凡的镜头 但这不是它发现的唯一的事情 在每一张早晨的照片中 拉斐尔都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 它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石头下面 不是很明显 从它的目光判断 它似乎是警惕和有点惊慌 不断四处张望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爪子 每次都摆放在同一个位置 如果它不更清楚些 它会认为它在那里藏着什么东西 卡拉越来越好奇 决定向动物园请求能否在清晨拍照 令它高兴的是 它们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 卡拉秘密地来到动物园 它走到拉斐尔的笼子前 试图不引人注目 这样它就不会注意到它 否则它可能会表现得不同 重要的是让它觉得没有人在附近 它在离笼子大约十米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藏身之处 手里拿着相机 它将镜头对准了拉斐尔 又是一样的情景 就像照片中的一样 半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发生什么 老虎似乎把鼻子蹭在它的爪子上 但就在卡拉即将离开的时候 它发生了 它手心冒汗 把相机对准了拉斐尔 慢慢地 它的爪子动了 一个小鸟从它的爪子底下飞了出来 当卡拉看到这一幕时 有点吃惊 它从未料到这一点 小鸟飞出动物园 它试图再次拍摄这只动物 但它动作太快 在它按下相机快门之前 它已经不见了 小鸟飞走后 拉斐尔开始在笼子里走来走去 它可能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人群做准备 这些人将再次来看它 卡拉翻转相机 看着过去几天的照片 看起来拉斐尔每天早晨都和一只小鸟待在一起 为什么 它意识到只有一个关键的答案 找到这只小鸟飞去的地方 它该如何弄清楚这一点 经过一番努力 它让它的男朋友乔伊第二天早上来动物园 乔伊是一名无人机记者 主要报道森林火灾 两人躲在卡拉昨天早上6点15分时 所在的灌木丛后面 当他们看着拉斐尔时 他回到了同样的姿势 爪子放在同样的地方 然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他的爪子慢慢地一开 准备好无人机 卡拉焦虑地告诉乔伊 无人机上的摄像头允许他们 在乔伊的手机上追踪小鸟 看起来他飞到了城市的另一边 那里除了另一个动物园 几乎没有什么 当小鸟接近另一个动物园时 他开始降落 他看起来像是要降落在后面的一个笼子里 无人机在他上方盘旋 而卡拉和乔伊则在下面进行放大观察 他们一直跟踪这只小鸟 一直到笼子 小鸟降落在另一只老虎身上 它的大小和外表都与雌性老虎很相似 小鸟降落在他的面前 贴近他 他在那里停留了15分钟 然后再次飞走 然后 老虎走开 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卡拉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但令他高兴的是 乔伊拍摄了一切 所以他之后可以安静地回顾 但首先 他想知道别的什么 那天下午 他去另一个动物园 向他们询问 关于那只雌老虎的信息 结果发现 拉斐尔和这只雌老虎 来自完全相同的地区 而且在同一天 被运到动物园 他们是一对被分开的情侣 通过小鸟 他们仍然能够沟通 这样 他们可以彼此照看 实际上 他们之间只有十公里的距离 但对他们来说 这可能是世界的另一边 卡拉决定以真爱无障碍为提 报道这个浪漫的事件 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他讲述了这个美妙的故事 动物园决定把雌老虎 转移到拉斐尔的笼子里 他们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感动 不再想将它们分开 两只爱情鸟的团聚令人感动 卡拉是唯一被允许 报道这一切的人 泪水盈眶 他看到这两只相爱的野生猫 相互拥抱 有时 事情并不符合我们的期望 这些动物园管理员 把几只小猪 放在同一笼子里和老虎在一起 很多人以为 他们会在几秒钟内被吃掉 但当老虎做了这件奇怪的事情时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从我们可以记事以来 甚至更早 我们一直被告知老虎 或任何大型猫科动物 都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 它们确实很危险 但有时候野生动物 会以许多方式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正是这个故事中的老虎所做的 几年前 来自泰国一家动物园的视频 在互联网上走红 视频中展示了一些小猪 与一只成年老虎生活在同一个笼子里 这个奇怪的安排 开始与动物园工作人员 发起了一个有趣的项目 他们意识到 他们照顾的一些老虎非常不开心 对于一些老虎来说 这是因为他们在野外受到的伤害 而对于另一只老虎 萨米来说 这是因为悲惨的分娩经历造成的 萨米是一只在动物园里 生活了多年的老虎 它沉默寡言 经常独自一人 有时 它主动与动物园管理员 和周围的其他老虎互动 但大部分时间它喜欢独处 他们可以说 它对动物园生活感到满意 经过多年的努力 萨米以喜讯惊喜了动物园管理员 它终于怀孕了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时间里 老虎数量急剧下降 这些野生动物受到了威胁 因此 当他们得知萨米即将成为妈妈时 可以想象动物园的喜悦 这些美丽的老虎怀孕期大约为三到四个月 所以他们不会增加体重 不幸的是 当萨米开始分娩时 情况并不像他们所有人所希望的那样顺利 分娩一开始就很困难 几个小时后 它生下了三只幼崽 不幸的是 前两只在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 第三只幼崽存活了几天 但不幸因健康问题离世 动物园管理员能感觉到失去孩子 对萨米造成了严重的情感影响 他的心碎了 这只老虎几乎不吃东西 不活动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们意识到 如果他们想帮助他恢复活力 必须要做些什么干预 也是在这个时候 动物园正在进行一个项目 帮助野生动物逐渐适应在围栏内的新生活 该项目还旨在将猎物和捕食者引入彼此之间 以测试他们的反应 他们相信 小猎物的瓶颈会帮助缓和较大的凶猛动物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实验 但他们进行了足够的研究 认为这是可行的 他们首先决定尝试 将幼崽和一只雌性捕食者放在一起 他们的前提是 母亲的本能将占上风 捕食者会对较弱的动物幼崽更加友善 有什么比萨米这样独特的动物 更适合这个项目呢 老虎已经为失去孩子的悲伤 而挨到了这么长时间了 他们知道是时候让他走出抑郁了 就在离老虎几个房间远的地方 一只名叫不锐的母猪 刚刚生下了十二只小猪 动物园管理员把六只小猪带来 介绍给萨米 起初 他们没有把小猪带进老虎的笼子 相反 他们让猪妈妈和他的小猪 从笼子外面观察萨米 早上老虎没有抬头 就像对每一个来打招呼的人一样 很久以前 他可能会走过去看看他们 但现在他甚至都不看他们一眼 经过几天的这种见面方式 动物园管理员注意到受挫的老虎 在小猪被带走时会偷偷瞥了一眼 一周后 他对他们已经产生了兴趣 自失去三只幼崽以来 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有生气的老虎 最后 他们决定是时候将项目推进到下一阶段了 一天早上 他们像以前一样 把小猪带到萨米的笼子里 像往常一样 他躺在那里看着他们 猪和老虎都无法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些动物园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他们轻轻地打开了萨米的笼子 然后把所有六只小猪扔进去和捕食者在一起 起初 萨米吓了一跳 工作人员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身体语言中看出许多问题 这些小猪中没有一只 似乎受到整件事的威胁 事实上 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 让所有观看的人都感到震惊 他们开始接近老虎 他们虽然小而脆弱 但似乎认为 他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他们都朝着他跑去 并开始围着他转 每个人都静静地观察着萨米会怎么做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其中一只小猪爬上他的背时 他终于有了反应 老虎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 他开始和这六只小猪友好相处 到了一天结束时 动物园管理员可以看到萨米迅速担起了妈妈的角色 他像对待自己的幼崽一样对待这些小猪 甚至让他们在他身边四处跑动 这是一个奇迹 关于这只奇迹般的母老虎和小猪幼崽的消息传开了 游客蜂拥而至 动物园里挤满了想见萨米和他不寻常的小宝宝的人 首先 我们把小猪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带走 然后把他们留在老虎那里 他们立刻跑向老虎 认为他是他们的母亲 一个动物园管理员 向动物园游客和记者解释道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 工作人员注意到萨米的情绪和行为 发生了险着的变化 他非常渴望看着自己的小猪 并照顾他们 他们甚至把六只小猪穿上可爱的小老虎装 这不是为了让他们看起来更像真正的老虎幼崽 而是因为萨米暗示了他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动物园管理员意识到 老虎一直抱着小猪取暖 原来房间对他们来说有点冷 萨米给他们提供了急需的温暖 就像真正的母亲对待他的孩子一样 这个实验因为许多原因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首先 这些小猪能够与老虎形成惊人而几乎不可能的关系 每个小猪都与他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令人钦佩 并且对任何前来观看他们的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重要的是该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对萨米的影响 萨米从对失去孩子的悲伤中走出来 成为了一名快乐的母亲 他不再在笼子里一动不动的坐着 他不寻常的小宝宝让他始终保持着活跃和忙碌 几周后 在令所有人欢欣鼓舞的表演之后 萨米从抑郁中恢复过来 并与动物园里的其他老虎进行了互动 不久之后 他再次怀孕 并在实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下了健康的幼崽 萨米现在是自己幼崽和被收养的小猪的骄傲老虎妈妈 他忙着让他们彼此认识 老虎幼崽和小猪一起玩耍的视频在互联网上疯传 萨米和他的小猪再次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 向世界展示了家庭的暗示如何治愈一切创伤的 几乎无法想象老虎和小猪能够快乐地共存 然而 在泰国一个动物园里 这个不寻常的群体战胜了这种传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